83. 太陽報 港股升131成交再縮 2015年7月22日財經 B03中資電訊股力撐下 痴在道干升131點 收報25536點 港股總成交進一步縮至820億元 再創港股大時代以來新低 市場焦點集中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 QDII持倉變化 當中騰訊00700、中移00941、國壽02628比重下降 來00005、港交所00388等比重則增加 消息透露,昨日有小量中資及中長市基金軌碎買貨市水溫 其中市盈率低、有派息及有增長股份為首選 昨日痴輕微高開後,最多爭上升229點 市衝20日線25652點 國指增長164點 全日上升97點 收報11871點 本部統計顯示QDII基金截至6月底持倉 如截至3月底有明顯變化 以華夏全球股票 加實海外中國股票 南方全球精選三隻市值規模最大QDII基金為例 當中華夏全球減持多隻傳統重磅股如平保02318 中夷、國壽等 大手援入國農控股01236 中國高速傳動00658 DUJ地產03333等 H股便宜市盈率低加實海外減持中夷、中國太平00966 中國銀河0688及招行03968等 但增持騰訊、建行00939、公行01398、光行00165 南方全球減持中信證券06030、中方電器01072、上海電器02727 但增持萬達商業03699 並且新加入長和00001、港交所等 值得留意是,有個別QDII基金期間更增持你 事實上,投行消息透露 現時H股股值超頻 有中資及中長線基金蠢蠢肉動視水溫 小量資金級納市盈率低 有派息及有增長股份 例如長和、科技股、公路、鐵路、港口、電信股 及部分A加H差價較大股份 索銀H股策略師陸文杰認為 港股基本上已無泡沫 未來繼續有上漲空間 目前港股市盈率只有約10倍 安全性比較高 下半年投資取向或轉向價值型的大家股 他看好股值非常低的內房股及內銀股 以及增長比較清晰的醫療及科技硬件股 卓伯德如散戶離場 不過,Portwood Capital主席卓伯德表示 雖然中央的干預收到預期效果 舒緩內地股市的跌勢 但難以帶動股市回升 他不認為今次的風暴已完結 未來上有若干後遺症 維持建議投資者暫時離場 等待更加入市時機 時赴金融優越投資服務顧問黎永良相信 內地股市了情上落市 估計金於港股傾向慢慢買 但他有信心撕毀嘗試二萬六千點 港股美國預托政權週二組段普遍偏遠 尼報70.500元,交港低0.27元 中夷報101.754元,交港低0.446元 騰訊報155.95元,交港低0.65元 按比例相當次下跌59點